硬碟坏了资料救不回来 除了平常一定要先备份 现在呢其实市面上有十几家 叫做资料救援的公司 那么送修费呢价格不便宜 像最常遇到的读取不到资料 或者一不小心把硬碟资料删掉了 价格都在三千元到五六万元的都有 当然比起买一颗新的硬碟贵上十几倍 但许多人送修就是因为资料无价 桌上傍满整桌的硬碟 原来抬头看这是资料救援公司 而网络上搜寻原来现在坊间 有十几家资料救援公司 但几百元到上千元的硬碟 想修想救回资料 收费可不便宜 费用从三千元到六万元都有 就是你平常在家里 就可以做好一些养成那个硬碟 如果它有什么负责 你可以先去做一些错误的扫描 我们就是俗称的坏鬼 资料通通不见了 当然也可以用线上面费软体测试 但其实打开硬碟 看看里头构造 最容易坏的就是三角形的磁头 和正中央的马达 还有源源在底部像CD一样的碟盘 不能刮伤碟盘 因为一刮伤就有可能会损失资料 甚至如果读取抓不到硬碟 或者听到怪异的声音 千万不要再测第二次 硬碟坏掉想把资料通通救回来 拥有十年经验的维修达人就说 硬碟拿来送修 最多人遇到的问题就是 读取时抓不到硬碟 还有人不小心误删了硬碟资料 甚至不小心格式化和硬碟泡水 马达故障 最严重的就是用太久 电路板烧毁了 只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每个月平均有上百人需要维修 资料救援服务 没想到这年头也另类开启了 电脑维修的新上机 中期新闻家明明 收尾 喜欢黄树 台北 蔡凡宏 我到